現在我球兩壞球 現在是兩出局 2點上的跑者這一棒把球 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 還打得蠻神韻的 左外手往後退 這個球最後過去了 結果方克偉 在今年球季的第一支的安打 就是一支紅不繞 感覺上好像沒有用太大的力量 但輕輕一帶 結果形成了本季的第一支的全壘打 這個球 說實在打得很漂亮 剛剛麗群也講說他不是很用力 其實有時候打棒球 你要把球打遠 不是在你多用力 而是你那個球是咬得多的 多麼的扎實 我們可以常常看到全壘打 好像你感覺上 他就是不是很用力 就是他在timing跟擊球上面 可以掌握掌控得很好 那自然而然 這個球就可以飛得很遠 所以林教練基本上就是說 要把球轟得比較遠 或說是去出全壘打槍 不是說你硬要把那個球給擋爆 而是看你這個力量怎麼去運用或釋放 是 所以說在你整個跟球的過程 跟你整個揮棒的過程 跟擊球的那個contact 就是我們擊球的那個點 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就像剛剛方克偉這樣 打出去好像很輕鬆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重播畫面 對 這是一個變化球 偏靠的一個變化球 所以當然這個球其實也很明顯 就是投得比較高了 對 投得高了 然後加上又是個